我們的這個防曬品 它主要是為了要抵禦我們的這個紫外線 UVA它的佔我們所有紫外線當中 其實佔了95% 所以只要防UVA就可以嗎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5%的叫做UVB 但是反而這個小小的5%大家會比較有感 UVB它會讓我們皮膚曬紅曬傷 那會比較立即 哈囉大家好我是丹妮 歡迎收看它健康 大家知道曬太陽呢 會讓我們的皮膚變黑長斑甚至變老變醜 所以防曬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們好興邀請到皮膚科專業醫師 蕭全佑醫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跟我們分享要怎麼樣做好防曬 小艾斯你好 丹妮你好 首先呢我也替大家問一下 就是防曬商品非常多 像開架式也很多品牌也很多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它的成分呢 想必大家都有採購一些防曬品的經驗 然後我們拿起一個防曬品 它其實上面就會寫很多標示 對 比如說像第一個這個SPF 然後還有PA 然後後面還有好幾個加加加 這到底什麼是SPF 什麼是PA呢 第一個我們先稍微要了解一下 我們的這個防曬品 它主要是為了要抵禦我們的這個紫外線 對 那紫外線它其實主要會穿透我們臭氧層 進到我們地球的主要是UVA跟UVB 兩個成分 UVA它的佔我們所有紫外線當中 其實佔了95% 所以只要防UVA就可以嗎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5%的叫UVB 所以它也很重要 對這兩個都很重要 那UVA它主要是 會讓我們皮膚不知不覺變黑 然後產生一些斑點 甚至是產生一些皺紋 UVA的話我們這個防曬指數 主要是有PA這個來標示 PA全名叫做Protection of UVA grades 也就是說它是防禦UVA的這個保物力 所以加越多越好 理論上加越多越好 那像這樣三個加防禦指數大概是8到16 那怎麼算啊一個加是多少 一個加原則上就是2 兩個加就是2的平方 4 三個加就是2的三次方 雷加上去不是加加加這樣 不是變6 所以PA的話它其實是日本的定義 對 那在歐洲他們有另外一個定義叫做PPD 所以兩種PPD或PA都可以 對 PPD就是Persistent Pigment Darkness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歐洲的指數 歐洲的規範 那它其實跟日本的PA加加加其實是相同的 那日本的PA一個加 就代表是PPD大概2到4 啊聽不懂 就是他們兩個指數不太一樣 對那個歐洲的指數它是量化的 就是譬如說它是10的就寫10 那在日本因為它想要簡化 所以就用加來代表 啊OK 所以我們看到的歐洲是譬如說它10 20 30 對 那在日本也是亞洲比較常見 這樣子加加加 那三個加大概就是8到16的防禦的倍數 意思就是說 我們平常如果不查防曬在太陽下 可能曬個半小時之後會變黑 那如果差了一個PA3加 那大概可能會延長 比如說原本半小時會黑 就變成延長8倍到16倍 大概可以4個小時 或者8個小時才會變黑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這個 加越多是越好 防禦力越好 那上面這個呢 SPF SPF它叫做 Sun Protection Factor 它主要是防禦UVB 就是那個5% 對那5% 但是反而這個小小的5% 大家會比較有感 為什麼 因為大家在太陽下 曬一曬你變黑 變皺紋 跑出斑那都是不知不覺 都是比較晚才會出現 慢性的變化 但是UVB它會讓我們皮膚曬紅曬傷 那會比較立即 我以為人家說有兩種皮膚 一種是你會紅 一種是你會黑 所以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不是 只是比較容易紅 那黑是慢慢才會黑 理解 對 那這個SPF 通常我們標示都是先標SPF 因為讓皮膚曬紅曬傷 這大家比較在意 嗯 像SPF這邊寫50 50就是說 你原本可能在太陽下 曬個10分鐘 你就會曬紅 你就會覺得哇 皮膚變好紅 然後有點痛 那插了一個SPF50 它原本10分鐘會曬傷 就延長到500分鐘才會曬傷 所以它這個就是倍數 倍數 它就不是那個成語 對 就不像PA++++ 然後就換算成比如說幾倍幾倍 那後面這個加是什麼意思 標示上面 最多只能標到50 也就是說它的成分是50以上 以上都是寫50加 你比如60 70都是要標50加 所以我們幾乎看不到 上面會寫SPF什麼 70 80 幾乎沒有 也對 我們看每一個都是 好像都50加 都是50 50或是30 這是30 對 所以不會超過 不會超過50 所以50是已經是大家常用的 一個標準喔 應該是說這樣子 大家想說SPF50 跟SPF30 當然是50比較好啊 50多了快一二十 對啊 但是其實我們後來 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研究指出啦 就是 SPF50 大概是防禦98%的紫外線 才98喔 對 多了 OK 但是 SPF30 它也是到97% 那好像沒差嘛 所以我就30就可以了吧 其實原則上 你多到20 只多了1%的保護力 政府機關不希望大家 寫60 70 80 是為了大家去盲從那個指數 對 就50以上就很夠了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自己在用就是他 SPF比較 數字比較小 感覺比較清爽 感覺就像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買 30跟50 我就買30就好啦 因為感覺比較清爽 比較不會有那種 好像被包的感覺 緊繃感 防禦率越高 當然你那個 你的那個防曬的那個設計 當然它會可能越黏膩 對 越黏膩 有時候對肌膚 長期差 會相對比較沒有那麼舒服 也容易長痘痘嗎 也會對呀 這樣子痘痘啊 分刺 所以我們要改變一下我們觀念 是不是30以上其實就夠了 好 這是我們一定要看的標示 還有哪些是我們必須得看的 我會看質地 質地會 一般會寫出來 質地的話當然要適用 對對對 因為防曬上面 一大堆成分 你也 一般人也不太可能去看 但最直接了當的就是 適用 去看它的質地 所以你會選什麼樣的質地 像我皮膚它其實 沒有會到很乾 有時候還會容易出油 那比較像油性肌膚的人 我們會選擇比較清爽的 清爽的質地 就是說你擠出來 擠在手上 它其實它會有點流動性的 一般就是像防曬液啦 防曬乳液啦 或是一些是一些防曬的 凝膠 這會比較適合 比較偏油性的肌膚 理解 對 所以就是看你的肌膚 然後去選它的質地 對 那也其實跟30跟50也是有差嗎 有差 就是你就會選30對吧 我就選30就好 OK 因為除非你是比如說在 常常在海邊 或是在戶外工作的人 那我們就會建議選高一點 那如果你只是通勤組啊 然後偶爾走路捷運 然後公車 然後上下班 那太陽曬的時間不會太久 那其實原則上選相對清爽 然後SPF大概30就非常夠用 那我也想問一下就是通常我們一般女生 我不知道男生就是 譬如說我們擦了防曬 對 但是我們也可能會上底妝啊 有可能也會上登登登登 但其實它上面底妝現在也都做得很好 也都有PA多少 SPF多少 對 所以它是有累加的效益 原則上你一層一層疊 當然它保護力是有累加的效益 所以我這個其實可以選更輕的對不對 譬如說20啦 之類的 也可以啊 如果你有上底妝 那你外面那層 那一層那個防曬 也不用上到比如SPF50 這樣你搞不好幾個禮拜下來 就長一些粉刺 長一些痘痘 那剛才提到防曬 還有那個底妝 它原則上是有疊加的效果 但其實我們剛才忘記一個重點 是什麼 SPF50 那我要擦多少才有SPF50 喔你說那個量 對 量也很重要 是是是 那要多少量 通常啦 如果是一個整個臉加上脖子 會建議你要擦到一毫克的防曬 一毫克是多少 一毫克聽起來很虛幻 對 其實就把我們拿出我們手指 一個指節 一個指關節 喔就前面這一段 這樣叫fingertip unit 一個fingertip unit是0.5毫克 喔但是 所以如果整個臉再加上脖子 要兩個fingertip unit 要兩個指節 大家大部分都不會塗到這麼多 那如果你塗的量比較少 會有什麼差別呢 如果你是完完整整 照我剛才講的這樣塗 一個SPF50的防曬在臉上 那係數當然就是50嘛 對 那如果你只塗一半 嗯 你只塗一個 原本要塗兩個嘛 你只塗一個 防曬係數有一些那個 文献有去測試 是 只變7喔 啊差這麼多 只變7 變七分之一 這差很多耶 他不是 差很多 對防曬 為什麼還是量還是最重要的 量最重要 量要夠 然後真的如果你量沒有差那麼夠 那你就要補 嗯 要補那個防曬 就是照那個時間補嘛 對 尤其上大概建議2到3個小時 補一次 差不多 可是因為如果說我們已經有上底妝了 很難再去補防曬耶 你用心想要補 可能你要先用一些濕紙巾把一些 可能有點脫妝出油 先擦掉之後 再上防曬 上完防曬之後 你再用一些蜜粉 再去固定 哦 等於有一點是 輕妝 然後再上妝 再重新上妝 對 那真的是要非常有耐心的人 真的 然後對皮膚非常友善的人 對 一般人如果 比較忙 有的人就會選擇那種防曬噴霧啦 就這樣 那有效嗎 防曬噴霧 他就因為他是 企劃 然後就是微粒這樣 噴射到皮膚上 他有的時候 他量通常不一定那麼足 嗯哼 對 所以說以防曬效果而言 當然比不上你這樣 認真去重新補妝 但是如果你比如說你真的比較忙 沒時間 那當然你有噴 防曬總比沒有沒有好 就像剛剛醫生講的 塞太陽曬越多的時候 會慢慢變黑 慢慢長斑 但是他是慢性的 我們可能沒發現 但我們發現長斑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就會年紀長 人就想說啊怎麼辦 那我要選擇不一樣的防曬商品嗎 就是不同年齡 不同的膚質要怎麼去選呢 青年 重年 二三四十歲 換我們剛才提到就是可能 你的皮脂性還是 比較發達的 比較偏向油性的肌膚 那我們的防曬 他就是要選的比較清爽 比較不黏膩 像是防曬黏膠 防曬乳液 或是防曬噴霧等等 是 那如果你年齡 漸漸漲了 皮膚發現 變得比較偏乾燥 比較缺水 那比較偏乾性肌膚 那你就可以選擇一些防曬霜 或是比較黏膩的防曬乳 這些都會比較適合你的皮膚 有一群人他叫做敏感肌膚 那敏感肌膚就是你容易紅 容易對任何的東西 只要過量或是不適合都會 都會泛紅 我們可以選擇防曬乳當中 比較少添加一些香料 酒精或是說是一些香料香色素的 那同理的小朋友族群 也算是比較偏向敏感肌的族群 小朋友剛 皮膚剛發育 他有時候皮膚的屏障沒有那麼好 那原則上 選擇也是一樣 就是盡量選擇 無香料 無色素 然後比較沒有一些添加物的 剛剛講到比較年輕的皮膚 對 就是你建議大家幾歲就開始用防曬 原則上大概18 20歲 原則上就可以 青少年的時候 青少年就可以開始做防曬了 可是我有看到有些baby 國外的baby 他媽媽好像也會幫他做防曬 對對對 那原則上不建議 六個月以下的小朋友擦防曬 然後六個月以下 原則上就是讓他戴帽子 然後幫他撐個傘 OK 那三歲以下 原則上也不太建議擦防曬 意思就是六個月以上 你要幫小孩擦也都可以 但是通常建議三歲以下 都還是以物理性的遮擋為主 為什麼太小不是的 是因為他皮膚還沒完成發育嗎 對 因為太小 因為畢竟防曬乳他也不是 他添加用這樣拿起來一看 哇一大堆 那也不知道說你哪一些東西 你擦擦了你會造成皮膚的刺激 所以小朋友一點上還是不太建議 我們的朋友有問我們就說 現在啊那個山西產品很多啊 那個藍光我看久會不會整個臉就是黑了啊 有有有 這個很多人會問 那其實針對這種問題 他有去研究說 我們這樣子用藍光照射 然後到底哪一個族群 比如亞洲人 黃人 白人還是黑人 比較容易會產生斑點 就竟然是亞洲人耶 為什麼 亞洲人長期的曝曬這些藍光 他可能導致氧化自由基的增加 那這種大概就是一種發炎物質 發炎物質久了 就可能比較容易導致我們皮膚出現一些乾斑 或是俗稱的黃河斑 不過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 因為這個研究 他是連續照十天 而且是用純藍光去照射 那應該不太可能會這樣吧 對我們不可能連續看平板看十天 不過有可能那個電競的小孩 那個就要小心 所以原則上我們還是把注意力 集中在防止紫外線 因為紫外線是真的實證是 很容易就造成我們皮膚的 曬黑曬紅曬傷曬老曬出皺紋 對那藍光原則上你適量也不要太誠意 偶爾看其實真的不用太擔心 我發現歐美還好 尤其我們亞洲很喜歡在防曬裡面 又加美白成分 但是因為美白他有牽涉到要用 或者是不是要用 那我們要怎麼去選呢 如果真的是要用到一些藥物 那會建議還是請皮膚出專科醫師 幫你先確定你的問題之後 我們再開與藥物去做治療 所以你是建議就是說 美白的治療歸治療 跟防曬區隔 每一個東西單純 越單純越好 你防曬你就主導防曬就好 你美白就專門去做美白 把每一個東西區隔開來 那這樣子哪一個有效 你也比較容易知道 以你們皮膚科專業 就是說什麼樣的美白效產品 它上面寫什麼寫什麼成分 是確認是有效 因為對我們一般來說 我可能就看很多成分 其實也是看不懂 對對對 其實為了讓大家有清楚的認知 其實衛福部它有標示出一些化妝品 或是保養品當中 哪些是確切有美白效果的成分 喔 所以上網可以找到 上網找到 那原則上大概就是 維他命C類的產品 然後或者是一些比如說像是 熊果素 麴酸 全民酸 這些等等的產品 所以它的細數越高 譬如說它成分越多 就是越有美白效果 這些有效的美白成分 它也要有一定的濃度 才會有效果 它不是有加就好就對了 對對對 你如果加一點點 可能就一點點的效果 那譬如說 譬如說你的果酸 要到多少以上才有效果 以你們專業來看的話 果酸沒有辦法 果酸沒有辦法 果酸大概是去角質 讓你皮膚亮白一點 就是均勻化一點 它也會讓皮膚變亮 但是它原則上 它不是廣義上的美白 OK 了解 所以你們的濃度 你們都會有一個基本的把關 對 基本的把關 所以如果說要看皮膚 你想要看美白 可能也可以問醫生說 你可能依照自己的皮膚去選購 請醫生建議說 我需要買哪些內容 然後它的指數 譬如說它的成分濃度要到多少 對不對 那一般在坊間 我們開架式 可以選購到類似那樣的商品嗎 一般可以啊 一般美白產品 剛才說那些維他命C 原則上它如果主打美白 它一定會把它重要成分標出來 所以我們就看它的重要成分 對 看它的重要成分 那如果它沒有特別標 可能它的濃度 就算有也沒有這樣太多 有的話它一定大肆宣傳 這樣的邏輯也對 就是說去看它的主打成分 到底濃度有多少 然後比較一下 就知道說這個有沒有用 這個有沒有用 OK 這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能喜歡去見醫師 對 可以自己先設立一下 但是你會不會建議就是說 不建議大家隨便亂查 當然 就是防曬它畢竟也是成分很多 所以說你真的 如果自己真的是很 比如說皮膚很脆弱很敏感 那你選購一個防曬之後 你可以先試擦 試擦手嗎 手跟臉皮膚也不一定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比如說 試擦臉部一小部位啊 然後連續擦個兩三天 你會覺得其實沒有太負擔 產生一些問題 那再全臉一起擦 所以你有沒有推薦怎麼樣 就是一定要試擦就對了 我覺得是要試擦 然後你去的話 先看它標示嘛 就是SPF我覺得大概30以上 差不多一般人就夠了 那PA的話大概三個加 也差不多就夠了 接下來就是把它打開 然後擠出來看一下它的質地 質地原理上你看你的皮膚啦 你如果皮膚比較容易出油 就選清爽的 皮膚如果偏乾 你稍微滋潤一點點也是都OK 然後再來你真的擔心就試擦 對它試擦幾天沒有問題 那就再全臉一起擦 今天非常感謝醫師來現場跟我們分享 要如何選我們的防曬 也讓我們的皮膚呢 可以越來越美麗 那希望全部的人呢 都可以保持美白 然後有明亮透明的肌膚 再次謝謝醫生 謝謝 大家掰掰囉 掰掰